933 TV 咔嚓,你好,我是炎傑 我認為自己單獨在火星上可以生存四年 若有足夠的食物 那天就是我看完The Martian 麥特黛蒙的電影之後的感想 就是我在想說我自己能不能在那個狀況下 完成他那個任務 當然我沒有辦法自己種馬鈴薯 像麥特黛蒙在那個電影裡面 但是我覺得如果有音樂啊 然後呢他在那邊其實也是有影片有電影什麼的 我是可以在那樣的環境下生存四年 你會認為你是一個孤批的人嗎 我是可以承受孤獨的人 經紀人請我姐為了節目VCR錄一段 說我有哪些優點 然後我姐說我沒有優點 我跟我二姐是全家裡面我覺得最親的 然後在一起長大的時候 她是會陪我玩電動玩具 會陪我一起看漫畫 然後呢就是她雖然是女生 但是我覺得她很像一個就是像哥哥般的玩伴 對很boyish 但是她現在也是成為人妻 然後呢我覺得她有變得比較女人味一點 這個是我永遠的情人 我媽我跟她的對話 我請我媽講說 你講講看 剛換床單快速講 然後就喝喝 然後我媽就說 喝喝饒舌 然後我就回她說 對呀會變 剛換床單 然後呢我媽她就說 她講會變成剛犯床單 就是更慘 就是換跟犯 你就會講說有點台灣國語這樣 我媽呢就是 今天你們可以看到 言訣 這個 這個我 是因為我媽 然後不只是因為 她把我生到這個世界 而是在我人生 每一個重大選擇的時候 她永遠是替我背書的那一個 所以她 是我最在乎的人 是因為她我有這樣的個性 然後我的價值觀 很多很多 然後她就是我的鏡子 就是常常 我會說 爸爸媽媽都是孩子的 好的鏡子 就是當他們給你很多鼓勵的時候呢 孩子看到的自己 或給自己的自信也是最多的 然後我覺得我媽在音樂上 一直給我很多的自信 就我記得我 剛 牽進 相信音樂 第一件事 就是 帶我媽去香港玩 然後 我們就在聊說 從我在大學開始唱歌 然後那個學期 我決定要 休學 搬到台北 那陣子經歷很多 差點要鬧差點給你 因為我爸非常擔心我 然後就說 哇 這樣子 現在隔了一年 你真的找到唱片公司 然後呢 真的簽約了 我們就 就覺得說 是一起打拼過來的 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是我跟我媽 加上我爸 還有勇氣 讓自己的兒子做這件事 這是 Teamwork 這張是我的外甥女 然後呢 她在吃義大利麵 然後我外甥女是 在我創作最近這兩張專輯 現代藝術還有一支給 很大的一個靈感來源 因為我每天在 在我家的地下室的錄音室裡面 她就在旁邊 她那時候還是一個嬰兒 然後不會走動 但是 我看著她 然後在那邊做音樂 我覺得她有感染到我 然後她有把 她有把她的那個善良 跟純潔 讓我在我的歌裡面 想要去 去表達出那種東西 是有多麼的美好 我有首歌叫小天使 就是特別為她寫的 就 真的是覺得 越來越覺得說 可以越快越好 然後 就在等 對的人 對的時機 要等到第七張專輯 會公布答案 什麼 還有照片喔 好吧 那下一集的YES933TV 咔嚓 不要離開喔 你從未這樣看過YES933 933TV